就在北回铁路 那么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当时负责开举光号的一个司机 当他的火车就在凌晨一点多 经过花莲吉安附近的铁轨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 眼睛很尖的他发现 在前方几百公尺处 躺着一个人就躺在铁轨上面 所以这位司机非常的激紧 立刻踩了刹车 就在快撵到这个铁轨上的人的 这个几公尺之前 把整个火车杀住了 杀住了以后 他立刻火速下车 然后看着这个等于说前面的这个人 就意外发现 当时火车还没有撞到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女性 然后这个人她全身都是血 她摸了摸她的鼻息 已经弃绝身亡 那么法医跟警方在相验这句遗体的时候发现 这是一位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这个年纪大概在二十几岁快接近三十岁的这个女性 她全身中了四刀 而且这四刀其中有一刀 直接割断了这个她的颈部的气管跟喉管 是致命的一刀 另外三刀分别砍在她的太阳穴上面 很显然很可能是在仓促之间下毒手 而且呢非常的气愤的情况之下 所以一刀砍断了这个喉管跟气管 而这个女性呢 那么除了她有盲肠炎 右腹部有盲肠炎开刀的这个等于说手术那时候的缝壳的线之外呢 身上没有其他的这个相关证件 而两只手 那么十个手指头的这个指甲油呢 是刚刚才涂上去没有多久的 那么从地缘关系看来 这位女性应该跟花莲有很大的一个地缘关系啊 所以后来呢 警方立刻进行一个普查 那么也透过新闻的媒体呢 广为要求民众家里如果有人 那么不见了突然间失踪了 赶快来验尸 那么后来经过解剖了以后呢 也经过了这个传达讯息了以后 结果在花莲呢 有一位女性她先出面 她出面拿了一张她朋友的照片 那么来跟警方说 怀疑应该是她这几天失踪的一个 陈姓的女性朋友 那么这个陈姓的女性朋友呢 自称是一位女警官啊 然后呢是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 所以呢他来指认看看 那么当时警方让他指认以后发现 这个女孩子呢 事实上她的耳朵被割掉了一部分 所以怀疑她的耳朵上面可能有痣 还是有其他的可攻辨识的胎记啊 就后来也从这个她的照片上 那么事实上呢 除了耳朵之外呢 她的脖子跟后肩膀还有痣 那么也经过这些特征 证实就是这一位陈姓女子 而陈姓女子呢 她的身份证实了以后呢 立刻通知她的家人 那么她的家人呢 位于台东啊 父亲也是由警戒退休下来的 那么母亲呢是原住民 但是警方通知了父母来了以后呢 却有惊人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当警方为了追查这一起命案啊 所以呢 不断地清查她的交往状况 赫然发现比想象中的要来得复杂 因为呢 她自称她是女警官 可是事实上 她完全跟警戒没有关系 她根本不是女警 有一次她穿着这个上尉的这个军官 女军官的这个服装呢 出现在台东的一个应手场合啊 那么大家酒憨耳热之际呢 后来送她去唱卡拉OK 就没想到在卡拉OK 因为有人闹事 所以后来报了宪兵到场 那么因为她穿着的是 女上尉军官的服装啊 所以呢 宪兵经过清查以后 才个人拆穿 她根本不是女军官 而清查她在花莲的身份了以后呢 赫然发现 有花莲的朋友啊 只称她自称她是代课老师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 好多种不同的一个身份啊 所以呢 再加上说警方一清查 她的很多交往状况 因为从现场杀得这么凄惨来看 那么很可能啊 不是财杀 不是仇杀 很可能是情杀 而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了原来这位神秘的女性 她是在花莲地区相当知名的交际花 认识的人很多 人脉很广 这当然也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到底她是怎么样惹来杀身之祸的 瑞德 清查她的交往状况 尤其是与异性之间的交往状况 发现因为她的这个长相甜美 那么又能歌善舞又能喝酒 所以呢 她很有异性缘 很多异性很多男性 对她都很有好感啊 那甚至好多个都要跟她论及婚嫁 也自称是她的未婚夫 所以呢 单单在台东就有 在花莲也有 那么好几个男朋友 让警方伤透脑筋 所以清查过所有可疑的线索了以后呢 那么锁定了这一位 任职于公职的这个高姓男子 那么这个高姓男子呢 事实上在警方在清查追查的过程当中 那么曾经到案 那么警方也问她的整个过程啊 可是呢 她坚决否认她跟权案有关系 那么后来警方经过不断的抽丝剥茧了以后呢 那么警方把她逮捕到案 那么在警方当时啊 那么移送跟侦办的过程当中 那么警方怀疑是因为高姓男子 她跟这个死者啊 两个人啊 相爱 甚至于想要论及婚嫁 可是高姓男子突然间发现 她的女朋友的交往状况 十分的复杂 然后呢 再加上说那么她曾经被判刑有罪 她却欺骗她 她是判决无罪啊 所以她觉得这个女朋友 这个未婚妻啊 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想跟她分手 可以后来呢 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这个餐厅呢 谈判分手事情的时候 就没想到这个陈姓女子恼羞成怒 拿起了一把菜刀啊 打算砍这个高姓男子 结果反而因为这样 被在反抗扭打的过程当中 紧紧勒住脖子 以为说已经被勒死了 所以后来啊 那么为了要弃尸 才把她移到了当时的北回铁路 吉安段的相关铁轨上面 不过高姓男子呢 一直喊冤 一直否认 有杀人跟弃尸的行为 那么全案就不断地打官司 打官司 可是啊 这个案子到后来呢 那么正不断地进行过程当中 那这一位高姓的 这个等于说公职人员呢 后来也因为这样异性阑珊 离开了这个公职啊 那么后来在花莲的吉安 卖水煎包 就没想到事隔多年的以后呢 那么反而事情发生了一个 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这个高姓男子啊 他因为平常卖水煎包 那么没事的时候呢 会跑到花莲的一个大桥的桥下 去找一个养 找一个街友呢 喝酒聊天 顺便吐露一下他的心事啊 就没想到有一次 当他寻找网利拿了酒 来到了大桥下面 找这个街友聊天的时候呢 结果这个街友呢 另外有两个朋友来找他 那么四个人一起喝酒聊天 但是呢 这两个人因为跟这个高姓男子 本身并不是很熟啊 就没想到聊着聊着 酒一喝 你这两个心爱的朋友啊 竟然联手以木棍跟石头 殴打这个高姓男子 而且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把他打得全身是伤啊 最后当这个高姓男子 被发现送医的时候呢 那么拖延到隔天的凌晨 还是一样身亡死亡了 所以后来演变成一个命案 那么当时呢 警方啊 那么接到报案了以后 来处理这个案子了以后 赫然发现 原来死者竟然是当年 卷入这一起 所谓神秘的千面女郎事件 被怀疑是杀人 并且提起公诉的这一位 同样的高姓男